E. GNT4的小马 我们又见面了 你们的空中飞人又回来啦 不明白我说什么的朋友们 可以看回我们上一集的Square GMT 小枣车评Square 3部曲 今天是第三部 第一季的结尾就是这只 Square Sub 39 Super Blue 39mm的高规格潜水表 完美的词称 这支表我记得在国外的大频道 TGV Urban Gentry也出现过 我们一起来看看小刚怎么弹这支表 小刚先很快速跟大家讲一讲这支表的一些基本的规格 这个表尾到表尾是48.6mm 这个做的真实非常好 男生女生都可以带 都可以很容易可以驾驭 这个表刻是在39mm的一个表刻 这个39mm我个人最喜欢 这个也是男生女生都可以佩戴 这种39 40mm的这种 我个人觉得是最受欢迎的 但是你去量这个表圈的话 从上面去量这个表圈 这个潜水这个表圈的话 它大概是在40mm左右 40mm多一点 那其实你去量这个表身 从你下面去量的话 只有大概是39mm 这个也是跟它这个表刻有关系 那等一下我们再讲一讲 那厚度也是在12.5mm而已 而且是算了这个镶形玻璃的厚度一起 也只有12.5mm非常好 那这个表带的宽度 是用一个22mm的宽度 那先讲一下小刚的这个上手的心得 或是这个上手的这个体验 那第一眼看去 你看这个指针 我是小刚个人最喜欢的 因为我很少在一些 这种专业的这种潜水表 会看到他用这一种指针 这种造型 也就是我们今天眼前看到这一支 这一个款式 他用的这个贵妃针 这一种Dolphin Hands 哇非常的 你看这种贵妃 是一般上我们会在 你看这种金弓 用这种指针非常多的 或是一些 类似很斯文的一些 高级的这种表款 才会用到这一种设计的指针 可是用在这个潜水表上面 我个人看了之后 还真的很好看 有另外一种感觉 一加上他这一支表 是走这个复古风的 所以这个组合 这一种组合 我个人觉得 他真的非常有 另外一种 复古的这种高级的味道 那再来讲一讲 Super Blue这个名字 我个人觉得非常有趣 要聊一聊 Sub 39 Sub 39这个系列里面 这个复古系列当中 这个Super Blue超级蓝 那这个名字 我个人也觉得他做了 这一个名取得是非常的有趣 非常的符合 他这一支表的风格 尤其是他的面盘 这个表盘 那你一看到这一种蓝 就跟我第一眼拿上手的时候 立刻就想起 好几年前 就好多年前小刚 曾经拥有过的一个ORIS 豪力士的那个Diver 65 65复古系列的那个 就是当初他 刚刚发布的时候 那一个蓝的那个 就是蓝面的那一款 就是那一种蓝 就好像你今天看的 这个Sub 39 Super Blue 这一种表款的蓝 我跟你说 不知道我在说 哪一种表款的 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它那一种蓝 或是这个Super Blue的蓝 就真的是 你会感觉到 它那个面盘的蓝色 这一种很深的 这种宝蓝色 是它那个漆面 是涂得很厚的一层的 就你这个视觉感 看下去的话 就给人感觉 它是那种质感 做的是非常非常好 加上他用了这种香型玻璃 这种蓝宝石的玻璃 这个香型表镜 它凸起了这种 因为它是讲求复古的 所以用了这种香型玻璃的时候 其实你这种香蓝玻璃 但我们一直知道 它感觉给人 就是好像放大 它的那个效果 就你的面盘 感觉好像放大了 因为它有一个弧度的 一个弧形的 这种香型蓝宝石的玻璃 尤其你在侧边去看的时候 它是好像 它反射出来 那个表盘 那个面盘 你是觉得它 好像有一点放大的效果 就好像我们看那种鱼缸 鱼缸你从外面 我们去看进去的时候 感觉那条鱼是比较大的 那种感觉 给人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这种鱼缸型 香型玻璃 它就是有这样的效果 所以加上它这个蓝面 出来的这个 这一个视觉感 所以整个 你会看到 它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好看 可以说 这个蓝的这个质感 做的是非常的高级 加上它这个指针 刚才我刚才有提到 而且这一支表 是主打复古风的 所以你看它这个表圈 这个不锈钢这个表圈 也是我在近这几年 在这些品牌当中 就是所推出的很多品牌 就很少会看到 已经有推出这一种 就用这一种 跟表壳的颜色是一样的 这一种不锈钢银色的 这一种表圈 其实也蛮少 已经很少会看到了 所以它很有一种 就是复古的那个感觉 有营造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做的 非常非常好 那个潜水的旋转的 这个单向这个表圈 我这边 再讲到这一种复古风 就好像这一支表 经常 它像小刚有做过前两季的 所以前两季的时候 大概也有讲到 这个Sub-39 Squaret这个品牌的 这个系列 有些朋友就讲 它很像 有一点感觉像 雷达 Rado的这个Captain Cook 那这个Cook船长 那这个因为 那个Cook船长 也是在讲求 这个复古 复古风的嘛 所以这一支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会看到 它很有那个 复古的那个造型 我个人觉得 这一颗反而 它更加有 那个复古的味道 而且你看它整个 蓝的这个 深宝蓝的这个面盘 它那些夜光的 石标 index那些 它是没有一个框 好像不会我们 现在看到 有另外一种 它是银色的那种框 框在那个石标那边 它就只是纯粹用 夜光涂成漆料 它涂在上面这一层 所以你看到 它其实这个 就更符合 它那个复古的 那个味道 那个主题 要带出来的 那个复古风 这个我觉得 是做得非常的好 再加上你看到 它这一支表 Square Subterly 9 非常有自己设计的 这个DNA 你看到这种 铁石 铁石的 这个旋路式的 这个龙头 这边 也是一样 它有这个Square的 这个logo 这个在它这个 这个旋路式的 龙头这边 那整个表身 你看到 正面是比较 你感觉它比较大的 它表圈 因为它表圈做得 比它的这个表身 是大了 差不多是一个mm左右 所以 因为小刚有量 刚那个规格那一部分 所以 你正面去看的话 你是 看不到两侧 表身的两侧了 所以你看到四个表 那你侧边去看的时候 它四个表 是从它的这个 表身 延伸出来的 哇 我觉得这一种设计 是真的很 很独特 是比较早在市场上 会看到有 这样子的设计 就是它那个表 是稍微比较大的 所以你去侧边 去看的时候 你又感觉 这一支表是好像很薄 这样子 但是你去量它表身的时候 其实它表身又只有39mm 那代表上又 其实不大 39mm 它表到表 有非常好的一个尺寸 一个规格 所以这支表 我个人是 这一个是我 觉得这支表 吸引到我的这几点 那这一个就是 小刚的这个 上手的体验 那再来小刚 要提一提 就是它这个面盘 它这个表盘 你会看到 它有两个logo的 写着两个square 一个在12点钟 一个在下面 6点钟方向 这个也是一点 非常有历史的 一个一点 就是你看 因为这个下面 如果是以前 历史上 你看到以前 这个品牌 Square 为一些大表厂 为很多这些品牌 推出制造这个表格的时候 甚至你看 Blanc Pan 宝博这些 那它出了这个表格 给这些大厂 这种大品牌用的时候 它这个表盘 都会有这个square 印在这个下方 6点钟这边 所以它现在有 在自己的这个表款上面 都会有用到 你很多都会有看到 它用这个 Double logo 你会看到两个square 一个在12点 一个在6点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点 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 再来讲到 它有这个300米的水压 它会写在这边 30 Atmos 但是讲到这个300米水压 小刚要提一提 这一支表的 这个表格的设计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专业 我可以跟你这样讲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你 小刚 网上放一些图片给大家看 在这影片当中 我在网上找到的这些图 那这个square 其实它设计这个表 这个表款已经远远超越了 这个ISO防水的这个标准的规格 那你会看到 其实它这个表格 你旋路旋开来之后 这个表格 你会看到 其实它已经用了 这个双层保护了 这个双重的这一种 怎么说呢 双重的这一种防水的机制 所以你看到 它用的这个防水圈 也是用了两层的 所以那个表格的设计 是有两个防水槽的 所以这个防水的表圈 也是有两层的 那第一层如果防水失效的话 还有第二层 去可以拔到这个防水的效果 就是有一个双重保护的 这种设计 这个表格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 独特的一点 因为我在很少 在别的品牌 确实是很少看到 有这样子的 这一种 怎么说 这一种 它的这个防水的这种设计 这个也是一点 我个人非常喜欢 旋转表圈的手感也很极根 不会有松动 或是质量上的问题出现 想到我听小刚旋转 这个复古造型 的不锈钢表圈 120格转的声音 也算是很扎实 不错 我喜欢 如果喜欢月光的朋友们 说到月光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它 很明显的比之前那两款 G&T和Carbon量非常的多 月光是全绿色的 作为一个专业 合格的潜水表 所有的index 指针 秒针 时针 分针 通通都有很亮的月光 那说到这一款 Squale的这个 Super Blue 超级蓝的这一款 机型的部分呢 你会看到它是 没有做透背的 也是一样用了这个 有自己品牌的 这个设计的 这个底盖 那它用的这个机型呢 就是一样 这个Squale用的这个 瑞士厂 所制造 所推出的这个 SW Silita这个大厂 用的这个机型 那这个机型 小刚也提过很多很多次 很多遍 那这个精准度 走势方面呢 这个非常的 也不是问题 非常的耐操 非常的耐用 那这个维修保养方面 都通通都不是问题 一款非常强大 非常通用的这个机型 对这个品牌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到马来西亚的 授权经销商网页 或者市面指数上面 许问哦 里面也有其他的大品牌 和小众品牌 可以游览看看 想请小马会放在下方 当然如果你们了解 表之后想要了解我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 订阅小马的IG 还有Facebook 拜拜